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跌市成交縮24000,關鍵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508點 收報24158點 不過成交收縮13805億 今天的跌主要有兩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財長武蔭 跟國會談刺激方案 在大選之前達成方案的機會很低 這個即是說沒有錢派 沒有錢派,美股隔夜就跌了 美股跌就令到今天港股都更跌了 亞太區所有股都更跌 第二個原因就是 是跟美國國務院把螞蟻金服列入貿易黑名單 納入貿易黑名單有關 這件事令到香港的科技股帶頭下跌 特別是重磅了幾隻 所以搞到今天港股的跌幅可以說是比較大 有約2% 較區內其他股市跌得比較多 現在跌到下來,捱近2萬4關 2萬4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關口 一來這是一個心理關口 在技術上高,是保利加通道中軸 因為保利加通道中軸是23,990 很接近 所以2萬4是一個關鍵位 假如收到2萬4之下 短線上升的趨勢有可能被破壞 如果守得住2萬4關就不同了 可以是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所以2萬4就是重要關鍵位 大家看看行指這幅走勢圖 今天長身陰燭下來 但你見到下面的成交是縮的 這些跌市成交縮一般來說 你升了這麼久上來 即是由2萬3千1 這裡升到上去2萬4千8 一段長路升上來之後 出現一個回吐都是合理的正常的 回到下來之後 你見到這一天 10月5日那天高開低收那天的最高位 就是2萬4千039點 今天的低位就是2萬4千1802點 很接近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就是2萬4千0幾 2萬4千1這些水平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這一陣子的主要的 要麼就阻力 升穿了就變成支持 為什麼初頭會是2萬4千1是一個支持呢 就是因為要看回8月7日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是24167 所以2萬4千1區是跌了下來 有支持 反彈上來 所以再來一次下來 這裏 9月9日的低位就是2萬4千2 2423 所謂24213 好了 2萬4千1區是一個原本的支持位 在9月21日跌穿了之後 上回來 也都 剛才說過 10月5日這裏 市衝的時候 告害帝秀 要多捱兩天才上去 所以這裏升穿了 阻力就變成支持 現在這次回落 240、241區 仍然都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如果守得到 剛才說過 是可以演變成這個綠色 一個頭肩底形態 這樣來上去的話 當然是正 但是我們不能夠 一美樂觀說它一定是頭肩底的 首先都要做好這個跌的準備 然後有好的盼望 這樣看市場才是為之正常的 好了 剛才說到昨晚美股跌 我最重要是看它的納指 因為這個和香港科技股有關 而科技股近來 就是近來拉領市場上升 和今天令到市場下跌的主要股份 好了 納指昨晚跌0.8% 跌95點 收報11768 上到來 其實挨近萬二區有阻力 之前前浪頂 在9月2日的高位 是12,074點多是萬二區 現在上到萬二區有阻力 未能一下升穿 很正常的 因為沒有好消息 剛才說過 就是派錢那裡 就是刺激方案那裡 達誤成協議 今晚會不會裂口下跌 如果裂口下跌 看到之前有個上升裂口 如果裂口下跌的話 就變成有個小型倒形頂 那就不理想了 不過這樣 裂口下跌都可以補乎 所以不要審先判 現在它都未出現 我們就不要一定說它一定裂口下跌 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做了一個預測 做了準備 壞的打算 但都好的盼望 那壞的打算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裂口下跌的話 那它就會要進一步下跌 就是要後試這個 它的頭肩底形態的頸線 那就是大概11300水平 如果作了壞的打算就是這樣 如果是好的預期 盼望跌完後沒事,今晚只不過是一個回吐 這樣仍然可以連續回吐,是一些奇形 奇形後突破上,當然是理想 所以,估計要做兩方面 第一,再說一次 萬一真的跌的話,裂口下跌也好 短線,下市11,300元,去到頭肩、底頸線的準備 如果是好的,跌不下跌後反彈 只是為了回補上升裂口,反彈 這還是一個奇形 一奇形突破,就準備衝頂和創新高 我自己傾向是怎樣? 我想他當然樂觀一點,和大家股民一樣 希望他能夠創出新高 但奈何?這個當然要看實際 談判怎樣? 或者還有沒有新的刺激方案? 雖然知道這個刺激方案,說談不定 說不談不談都已經講了很久了 由九月開始拖到現在十月中 其實臨到大選還有多久呢? 11月3日,現在還有兩個星期而已 所以現在你說談不談 會不會臨美一腳又有製造一些臨美刺激效應 特朗普在這裏又玩東西 最後可以了,然後就歸功勞歸我 那些大家明白 這個會不會還有好戲劇性呢? 我自己都覺得仍有這個盼望在這裏 因為雙方說到其實相差的錢不是很大 因為本身雖然民主黨那邊要求是2萬4億美元 但其實特朗普都已經傳出來 1萬8千億 現在剩下6千億左右 你只想看6千億美金當然是很多錢 但其實在說1萬8還是2萬4 而相差那6千億就不是很多錢 大家在那裡卡住,為什麽呢? 因為整條街都說,又說不行又說不行的 最後都是,估計都是要放的 放只不過是雙方都想拿功勞而已 究竟是怎樣呢? 所以我覺得都還是要看的 不要說一下消息就一定打殘 如果真的的話 美股就不止跌那麼少 其實納指跌0.8% 道指那些可能1%左右 其實不是說很大,覺得死了 如果真是很害怕的 應該起碼一天好像香港那樣都跌2% 何況你看亞太區其他市場 好像台灣股市一樣 跌0.7% 是呀,升不穿這個環人區 但也不是說很弱很弱的走勢 仍然都在高位那裡有些回吐的走勢 不算是轉差的 日經基本上好像沒什麼事 跌0.5% 高位那裡增持的 韓國呢 韓國弱一點點 跌0.8% 也是連續幾天下跌的 那它就比較像港股那樣 有些自身就弱了 但是它自身弱得來 你都見了 其實它在這個7月一路升上來 去到8月高位 在然後上高高位那裡就橫行增持 這個圖呢 就是近乎A股 A股就7月上去的 不過然後增持了幾個月 但是港股那種不是 你看回恆生指數 在下面那裡 所以港股是弱一點的 韓國股市雖然今天跌0.8% 但是都沒有恆子跌2%那麼差 所以就不要說 一定是外圍很差 搞到這樣 美股不是跌很多 日韓都不是跌很多 最多的韓國都是0.8% 港股刺激特別弱呢 就是因為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將這個螞蟻金服 列入這個貿易黑名單那裡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 就是建議特朗普政府 將它列入這個黑名單 現在不知道究竟 特朗普批不批的 其實為什麼要將這個 螞蟻金服列入黑名單呢 當然啦 是因為這隻股上市的話 集資額就會是全球最強的那隻 將這隻股列入黑名單 就可以打擊它上市 也是跟中美之間角力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實螞蟻金服 也都在美國沒有什麼重大業務 很低啦 不知道有沒有1% 所以其實你說制裁它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表面的 最後你說會不會阻礙美國資金 去應購這隻股票 其實這次特朗普會怎樣做 事實上華爾街的金主 是不是可以得罪呢 暫時都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 心理壓力大一點 但是短期就算心理壓力也好 都會令股票會跌的 我們看一下 首先阿里巴巴怎樣 阿里巴巴昨天創歷史新高 最高的時候是見過298元 但是上高就好像一個 一個垂頭那樣 這些走勢都一般的了 今天跌口下跌 上高就變成一個倒影 走勢略為欠佳 但是你看得到 雖然是大跌 跌成4.3% 不過這樣 其實中期的走勢 都還是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這個浪頂 浪底 然後這個浪頂 就高了上去 浪底 這個浪頂又高了上去 除非這次浪底要跌穿 這個前浪底 就是9月25日的低位 235.4元 否則的話 中線的走勢其實沒有被破壞 現在短線就有一點震盪 這個震盪沒有辦法了 就是因為剛才說過 美國要搞這件事情 是不是這個短線就已經很弱了呢 如果你從這幾天來看 也確實是弱一點的 不排除還有一點點跌 例如 下市10月6日的低位 277.4元 大概275左右 9月30日的高位 276元 這裡有一點點裂口上升位 這些位不排除 可能會再跌一跌 但是整體來看 你不是說即時就是 已經判了死刑 就是弱了 已經是沒有運閒了 又不是去到這樣 整體其實 相反來看 都還是挺強的 這個就是很客觀的 你看這件事 就是還挺強的 不是啊 我們要預期它跌 又是這樣 你可以預期作壞的打算 例如它再試回去 這個250元區 去到255.4元 大概255元這些區 因為前浪底再試 但是 你都可以作好的打算 就是怎樣 它跌下來之後 沒有什麼又再上 繼續這個反覆上升 正如好像這裏這樣 就是8月27號 跌下來都可以再上升 有些跌下來之後 都好像好死一樣 但是沒多久又反覆可以上升 我自己傾向就是 其實美國對它的打擊 就不是很大的 就是沒有什麼可能 就是很大打擊到它 因為它業務不在美國 就是心理壓力大一些 就是 有會壓住它一些 大概280元左右 我覺得 都暫時初步是有支持 就是這個大概277.4 不是280 那麼277.4 126號低位這些 初步應該有一個支持 在那裏 抖一格下去都是255 那些有支持 所以不用即時判它死刑 反而後低 就是趁這些打擊的時候 應該是吸納這些股票 因為這些是長線增長型股票 這些是好股票 再說一次 這些是好股票 不要因為有什麼風吹草動 打擊它 就這麼容易就說它不行 你事實上 譬如騰訊這麼多年以來 阿里巴巴這些這麼多年以來 雖然阿里巴巴歷史短一點 但是都是反覆上升 業務一直都向好 你憑什麼 就是一些短期因素 就影響到它 只能夠這些 可能有些低位 就是短期的低位出現 騰訊的情況 類似都是這樣 其實騰訊昨天很好的 就是破落了 創了歷史新高 去過574元 但是奈何又是受到影響 這次還要是阿里巴巴的螞蟻金服出事 不是出事 就是被人搞 影響了騰訊 這個就是更加無辜 所以它今天跌就跌少些 跌3.75% 但是都是一個高位殺落泥的跡象 也就是 其實已經衝了上去 已經是好的 忍了這麼久 終於衝了上去 但是奈何又受到影響 又不要判它死刑住 差的話 又是落去下面 499.4 8月7號低位 這個說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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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除非你跌穿499.4 否則我就不會這麼輕言 看淡騰訊 後低就怎樣呢 都是吸納 因為這些都是好的成長股 他們說騰訊自己的遊戲業務已經放緩 它入股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子公司 近年那些子公司不停上市 不停都會發揮那些餘熱 一直貢獻給騰訊 這是一個生態圈的問題 不是說騰訊一隻 阿里巴巴都不是說阿里巴巴一隻股 而是說整個生態圈的問題 大家要搞清楚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知道他們長線是一隻好股 短中期受到一些打擊 就不要這麼輕言就說 它就會是大跌或者什麼 不是這樣 當然短期受到一些壓力 是會有些調整 這個也是事實 但調整不是代表隻股 就判它死刑 搞清楚這個 至於美團 美團基本上也都好像騰訊一樣 其實是被央及持餘的 因為也沒有打擊到它 它根本就沒有業務在美國 完全都沒有關係 它主要送外賣那些都是在內地 你看得到其實昨天的時候 已經在高位那裡開陰燭 創過歷史新高 最高到283.6已經是回了 今天再回4.8% 回得比較多 收265 又是短期可能受到這些影響 拖累它 如果真的差的 又是下市回到前浪底 9月8日低位228.4 但是不要這麼快判它死刑 隨時抖一抖 沒有東西又再上升 你亦都見得到這隻股 其實都是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是吧 從這裡低位高位低位高位低位高位 現在回落 除非跌穿前浪底 9月8日低位228.4 否則不要輕然看淡 再重申一次 這三隻阿里巴巴 騰訊也好 美團其實加上京東 甚至是小米 雖然我在星期一都說過 小米未必是我的首選 但是這一類股也好 其實它暫時都是一個增長型股份 即是長線是向好的 不要輕言就說 這麼容易看淡 現在短線可能受到壓力回吐 反而是一個有機會給你低級的機會 後低級立就更為理想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最後講一句 大市關鍵就是大概24,000左右 如果大師匯就要選擇 減持那些就是沒有盈利 或者不是長期看好的股份 長期這些不要輕言看淡 好了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